各位参与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收看这期节目 前一期节目咱们聊了海外艺术品收藏可能会发生了一些变化 那中间就会有一些机遇 因为在中国大陆的关于判卖或者艺术品收藏的一些法律法规的变化 它是有可能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一定的影响 那么同时带来一些变化 这个变化中间就包含了一部分可能是机遇 那么感谢各位参与老师向我问了很多的这个问题 积极的这个交流 使得咱们今天还得必须要再做一期节目 来谈中间涉及的一些具体的问题 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回流 回流这个词汇其实大家已经耳熟能详 经常在中国大陆的这个判卖行或者是台湾 咱们看到很多古代艺术品 它的标的其实来源于海外 这个来源于海外 比如说是英国美国法国等等 大家觉得这都非常正常 因为这是回流 另外像这种物品 因为都是老的东西 那么都是私人财产 都是也就是说是大家收藏的东西 那么它中间回流 它也不应该涉及到更多的困难的内容 但实际情况其实并不是这样 因为它中间可能会有一个税务问题在中间 那么有些藏友老师 我发现在这方面可能理解的不是很深入 也就是认为税务问题只发生在您的物品 邮寄或者各种渠道邮寄到中国 大陆的时候 如果海关放行 就认为好像税务问题就解决了 就没有了 但其实并不是这么简单 因为今天随着互联网的技术 和大数据人工智能 使得相关的监管部门 它也在跟踪海外 或者说全球艺术品市场出现了这些标的 那么当这些物品 比如说六个月以前出现在海外 六个月之后出现在了中国大陆的拍卖行 那么拍卖行 它需要说明这些物品的来源 这个物品不能是出土的 那么这个物品的来源必须是很干净的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说他们不去提这件事情 但是最终落锤比物仪很高的价格 监管部门发现 这个不就是海外的那一个 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就会遇到麻烦 也就是说这个税务问题 并不仅仅发生在物流的环节 它其实是一个全过程的一个追踪 那么可能过去对这件事情并不计较 因为毕竟古代艺术品收藏 其实主要是私人都是一些私人物品 那么就像您搬家 如果从海外搬回中国大陆的话 您把家里所有的物品都一起通过集装箱运回去的话 那么这是您私人财产 那么它是没有什么税务问题在里面 但是呢 因为今天这个艺术品交易 它是一个交易 那么这个时候监管部门 它在不断的完善的时候 它在组建这个数据库的时候 这个时候它在跟踪近些年的这个海外艺术品市场 这些标的的成交价格 它也看着国内艺术品市场的这些标的最终成交价格 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就可能出现这个问题了 那么所以大家要意识到 就是它不是仅仅是一个物流环节 这么一个问题 那么有些藏友老师说呢 有些物品呢 咱们不是最近从海外的这个艺术品市场买的 可能是20年30年以前从跳到市场 或者从这个私人藏家手里买的 那么这些物品的确是私人物品 但是呢 当这个物品啊 咱们比如说啊 寄两幅画寄到中国大陆 那么这种情况呢 它中间可能会被海关 就扣下来了 那么海关为什么呢 他觉得可能您的描述啊 跟实际情况不符 他们如果比如说开包的话 看到这两幅画 那么这两幅画打开之后一看 这个画呢 是古画 但是他们也知道 他们非常有经验 他们也知道这个古画未必就很值钱 因为这个防古画这件事情 是古代历朝历代也都做的事情 它未必是 它看起来是什么就是什么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有些藏友老师呢 就开玩笑啊 说咱们的东西 如果送给拍卖行 拍卖行都说不对 使劲的摇头 说不对 咱们不收 但是呢 咱们要是给海关的话呢 海关使劲的点头说 对对对 都对 因为他们要征税 那其实呢并不是这样啊 就是海关如果打开这个画一看 哎 好像 做不大清楚啊 也说不清楚的东西 应该是 怎么一个情况 那么 极大的概率呢 就是他呢会原路奉回 啊 就是原路寄回给您 啊 但是您收到包裹的时候呢 上面会可能会有这个 一定有这个封条 就是海关只要是开过包的 它上面一定有这个封条出现啊 我相信不光是这个中国大陆啊 呃台湾啊 我相信全世界的这个呃 海关都是这样操作的啊 呃 那么当一个物品非常安全的呃 运送到了中国大陆 那么也的确是咱们的私人物品啊 并不涉及到什么税的问题 那么拍卖行呢 也确实拿到了 这个时候呢 海外的老师呢 可能又会开始担忧 因为呃咱们也看不到离得这么远 对不对 怕这个拍卖行可能各种操作不规范 因为毕竟这个锤子敲一下您的物品 就变成别人的物品了 对吧 这多吓人呢 那呃 但客观情况呢 就是呃 其实呢 各种条件都是大家一起协商来达成的 也就是说您送拍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起拍价 保底价要多少 大家都可以谈呃 拍卖行呢 这些正规的拍卖行呢 呃 他们的目的当然是为了 把这个物品的价格啊 能够推高 能够把它卖掉 这是他们做的生意吗 对吧 那么呃 我也发现在海外做这个上手节目啊 呃 发现很多新的藏友 好像都纠结于这个拍卖行 就是一看到这拍卖行 首先物品看得懂 看不懂 不知道 但是首先呢 就这个拍卖行卖假货 但是呃 我相信这行业内内的老的藏家 大家都知道 也就是说一家拍卖行 一家正规的拍卖行 他如果可以标识这物品年代的话 就表示他有这样的资质 这个资质是什么呢 也就是从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角度出发 这个资质代表的一家拍卖行 他可能有挂靠的 比如说五位国家级的副研究员 级以上的这样的专家 挂靠这样的拍卖行 使得这家拍卖行呢 有这样的资格去标识年代 那么也就是说 从这个法律法规角度而言 拍卖行其实并不他们敢于发表自己意见 他们可以写这个物品 他们认为是什么 因为他不可能作为一家拍卖行 他去依据于您买家的意见来 写他们标的的年代 这是不可能的 对不对 那么呃 如果说这个拍卖行的操作 比如说不规范等等的 那他其实指着其他方面 比如说他这个物品的来源 他是否能说得清 是否涉及到出土的这个文物 或者说这个 是否有税务问题在里面 啊就像我们前面谈的一样啊 或者说呢 他这个拍卖行内部 他是否出现一些操作不规范 这不不规范 包括比如说一些金融类的 那那像这种呢 他不是说局限于 呃 艺术品拍卖行呢 他是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各个方面都有这种情况啊 那么如果这物品最终非常顺利的卖出了啊 也是买家付款了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解款这个流程 那么这都是标准性的这个操作 呃 这个不局限于这个回流啊 在这个世界范围内 美国的拍卖行也可以在欧洲征集物品 欧洲的拍卖行也可以征集美国的物品啊 这个都是一样的啊 那么呃 对于我们海外藏家而言呢 我相信拍卖行呢 是一个非常呃 非常常见的这么这么一个商业实体 对不对 经常可能在一些街区啊 在各种方面都能看到 那么这个时候呢 那其实我发现很多的藏友老师呢 可能也没有说有非常深入的理解 其实拍卖行呢 它是一个买家和卖家之间的这么一个交界面啊 呃 那么呃 对于我们而言 其实我们不仅是关心一家拍卖行 他下一期有哪些拍品 其实呢 更重要的是这个拍卖行 如果说他专门从事亚洲艺术品拍卖的话 那么大家可以想见 他手上一定有大量的呃 资源 也就是有大量的周边或者一些很多的中国艺术品收藏的藏家啊 围绕着这个拍卖行 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呃 我觉得呃 他可以极大的扩充或者丰富我们收藏的这个渠道 呃 如果我们比如说看到一家拍卖行 我们第一反应是 哎 我们去把自己家里东西卖掉啊 那么同时呢 可能有些藏家可能也想 哎 那我们是有机会去把别人的这个物品买来啊 那么的确呃 这是拍卖行的一个功能 呃 但是呢 如果大家经常去这家拍卖行买东西的话 我相信很自然的和拍卖行的这些工作人员 或者说老板会发展成朋友 那么这个时候啊 呃 其实大家就会意识到呃 拍卖行做这个线上的拍卖只是他的一部分的这个工作 那中间可能还有很大部分是线下啊 就比如说我们经常看到比如说一些拍卖行的一些标的 比如说流拍了 那流拍之后呢 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可能会给拍卖行发信 就表示这个物品呢 我们要 那么这个时候啊 呃 最终的结果可能就是对方爆来一个固定的价格 然后呢 我们想买或者不买啊 啊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可能就是这个感受啊体验 其实就相当于到商店买东西是一样的啊 也就是说拍卖行在拍卖的时候 他遵守的是拍卖的这个相关的规章法规 那么在线下卖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 其实就是以作为商店的这个呃 法规啊 在卖的东西 其实背后都有相关的这法律法规的支持在那边 那么除此之外呢 呃 大家也要意识到就是有很多老的藏家 他未必是都想把自己的东西以一种公开的方式拍卖的啊 他们呢 可能也是和这些拍卖行的这些老师呢 彼此是很好的私人关系 比如说啊 呃 我手上有这样的一系列的藏品 我希望能够帮忙找到非常呃 靠谱的非常妥善的这个呃 藏家能够接手 那么这个时候呢 可能这些受委托的这些拍卖行的这些呃 工作人员呢 就能够在他们这个资源里找到相关的这样的感兴趣的藏家啊 那么来促成啊 把这些物品非常妥善的从一双手交到另外一双手上啊 这件事情 那么呃 这种情况其实也很常见 所以说我们去拍卖行不仅是关注他下一场拍卖拍卖什么标的 而是通过他的拍卖的图路呢 其实也能看出这个拍卖行他背后的这个网络啊 是大概怎么样一个规模怎么样的情况 所以呃跟拍卖行的这个交谈可能就会从简单的买和卖啊 变成更多的这个领域啊 我相信随着各位藏友慢慢的进入这个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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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拍卖行 不是说第一反应就是呃 卖的东西对不对 对而是有一个更加丰富的这么一个呃 空间啊 大家一起来讨论一起来合作 那么这个时候我相信会极大的丰富大家的这个收藏的这个行为啊 那么呃 这期节目呢 咱们就先聊到这里啊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这期节目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